首先你要有一位会备份存档的工具人 然后互加好友 加完好友之后 先叫工具人备份存档 然后让他不用你的随从 不用之后马上解雾 这时可以送一份礼物 只要是工具人身上有的东西应该都可以送给你 但一次只能给一个 给完之后离开一届时再进去 然后重新再雇用随从 然后解雾 这样就可以再送一次礼物 基本上建议送十个归途即时就好 搭配之前影片教的方法 可以额外再送九个刹那飞时 这样你在游戏初期就可以有正常的游戏体验 而不是被跑途气到退坑 东西送完之后 让工具人去旅馆睡觉 这样资料才会上传到伺服器 睡完之后关掉游戏 然后把刚才备份的存档覆盖回去 这样工具人的账号就恢复到送出物品之前 不会有任何损失 至于你只要在床上睡一下 随从就会从伺服器那边把工具人送的东西全部带过来给你 全程应该不用十分钟也不用做什么事就赚到你爽歪歪 苦就苦那个工具人而已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推荐朋友来玩 归途基石或装备如果复制的太多可以拿去商店卖掉 十个归途基石可以卖十五万 够你出奇的游戏开销了 如果还不够 就叫工具人继续努力的送给你 或者你想要什么 缺什么 通通叫工具人弄给你 以上 这方法辛苦的是工具人 不需要MOD也不用修改器 但回溯存档可能有风险 怕死就不要当工具人哦 后面附录一趟十分钟的工具人流程 可以观影片了 881 2 3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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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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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私の記憶違いでなければタスサレーンというやつ 私とそんなに話がしたいですか 我也是 我只是做的 你 我也是 我只是想知道 我也是 我就是想知道 那我呢 我也是 我希望有所用的 我只是想冒险 如果有什麼時候就知道 我會想看到 我會想到別人的時間 我會想說 是這裡 我會想說 不想說 如果有機會 我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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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 A红花 -​ 今天 -​ 士na -​ 西内 那些地方都要是不足的 但是中央, 大家可以看看 在那些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就算是要找到 不然, 大家可以找到 或计算是要找到 把那些地方去做 那些地方, 哪些地方 那些地方, 要找到 但是, 要找到 那些地方, 要找到 你一直在一起 你不想在一起 你很開心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我會去 那些衣服 你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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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下 我感到 你還好 我认识到这些什么司法 这就是这些人 是什么事 我会惟到这些人 我没想到 我会惟到这些人 有了 需要问自己的矣迹 大家想要问自己的石头 但我们也认识要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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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